现在是晚上八点半 四月十三号 看一下 晚上八点半 为什么现在还来呢 因为答应业主了 因为业主这家涂料做好了 正好也过来看看 尤其师傅做得非常不错 尤其呢做好之后 一定啊 这个窗户 这个窗户啊 还有要闷一天气 这样呢保证 不要通风过快 而导致桥面呢 开裂 就是雨胶气的开裂 这样呢能有效地进行一个闷干 这是一个装修里面 第一个 就是要闷一天气的一个 施工工具 同样的 像桥面涂料做好之后呢 比如说我们的衣柜啊 现场打的 那就等待这个衣柜柜门的安装 领域房的安装 柜门 领域房的安装 这些主材安装 包括房门 房门的安装 这是一个 等待主材安装的一个过程 同样的业主呢 今天在跟我 交代啊 就是这个甘区嘛 不知道甘湿分离台 在这个位置 这个尺寸 我上次跟业旅交交警的时候 说过啊 这镜空是 72 不知道这镜头能不能看得清楚 一般的买台盆的一定要注意啊 特别是成品的盆子 如果是70的台盆 你像瓦工的切砖的时候 这些码还切到71到72之间 房子啊 有些台盆说是70 但是实际啊 拿过来之后 它是 呃 70多 那导致后期啊 特别是U型的这种 啊 台盆啊 你卡不进去呢 就很麻烦 然后呢 我过来特地再扬一下 再跟业旅交警 他说有71的 有72的 所以我今天再确认一下啊 两种是70号 那业主买个71的 或者是715的盆子啊 都可以啊 放进去的 这样避免呢 前期把尺寸确认一下 因为台盆呢 我们预算是不包的 是业主自够的 呃 别买错了 买错了后期要退货 然后又要拿过来 反抗麻烦 尽量呢 避免业主啊 尽量让业主呢 一次成型啊 给它搞定 呃 今天呢 在这个施工现场 就是 呃 这样呢 晚上呢 也很长了 我还要到工作室去 呃 拿进材料 明天呢 有个业主要选药 嗯 然后 还有一家呢 要进行一个开工 做装修的人不容易 真的 所有的时间 都交给装修了 啊 也希望呢 b站里面看到 我无地啊 做装修的 可以啊 向我咨询咨询 啊 我们下午 我们下午